据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2号表示 去年12月韩国黎大木洞医院 新生儿连续死亡的原因 应该是护士在给新生儿 准备注射药剂的过程中发生污染 此前的事件显示 4名婴儿均死于 服侍柠檬酸感菌感染引发的败血症 疾病管理本部称 细菌污染极有可能发生在 护士将注射液与输液器连接的过程中 首尔警察听表示 将以业务过失致死的嫌疑 逮捕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士的 两名教授并追加联案